2024万众期待的高分悬疑网剧《梦魇决阵》的第三季终于开播了 三年了,那群人竟然还没逃出小镇 居民们到底还要被困在里面多久 故事紧接着第二季的后续 在小男孩的指引下,被杀终于从灯塔离开了小镇 等他再睁眼,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缅因州的一家医院 从医生口中他才得知,是一对徒不得夫妇在森林里发现了他 还好发现得及时,被杀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医生想要登记一下被杀的个人信息 方便警方联系家属 然而被杀却说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 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见被杀似乎很抗拒回忆过去 医生也没有强求,只是让被杀好好休息 一会警察会过来登记 可医生前脚刚走,被杀就悄悄拔掉了针头 他在警方赶到前离开了医院 可刚来到门口 被杀却再次看到了那个小男孩 可等被杀靠近,男孩又诡异不见了 莫名的一幕让被杀有些恍惚 难道自己没能逃离小镇 可周围人来人往的 根本就没有小镇那种恐怖的气氛 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真的逃出来了 被杀找路人借用了手机 她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听到母亲的声音,被杀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看样子自己真的是从那个小镇逃出来了 但被杀却没有将一家人被困在小镇的事情告诉母亲 她只是说一家人遇到了一些麻烦 等处理好了就会回家 匆匆挂断电话 被杀就离开了集市 她来到一所教堂 将自己的遭遇和神父进行了诉说 被杀也想过报警 可她却担心警方不相信 而且自己的老公和孩子也被困在小镇 她想要回去救援 可又害怕再次进入小镇后又无法离开 被杀陷入了纠结中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虽然觉得被杀的诉说有些离谱 但神父却安慰她不要着急 上帝会保佑他们的 在神父的安慰下 被杀逐渐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被杀想起了随身携带的铁盒 这是当时她离开的时候维克多交给她的 被杀打开盒子 在盒子的底部发现了一行留言和一个地址 原来维克多也不知道被杀能不能离开 本着事实的态度 她就把家里的地址写在了上面 如果被杀可以离开 她也可以根据地址找到自己的家人 反映过来的被杀匆忙离开了教堂 根据维克多的留言 她来到了一处住宅区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头恰好回家 看到门口有一个女人 老头以为被杀是迷路了 可她刚想说话 就看到了被杀怀里的铁盒 听到老头的话 被杀才得知维克多已经失踪了十几年 这些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再寻找维克多 可最终都没有任何结果 被杀匆忙将自己和维克多的遭遇告诉了老头 而与此同时 被困在小镇里的居民们也正在积极自救 自从那完以后 小镇上就没消停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总会看到一些幻觉 受伤的老黑就经常看到去世的牧师 刚开始老黑还有些害怕 可见的次数多了 那种恐惧就没有了 她反而还和牧师聊起了天 更离谱的是 牧师竟然还会回答她 因为冬天即将到来 小镇的气候也越来越冷了 更糟糕的是 大家储存的食物也不多了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弄一些物资 否则所有人都得饿死 就在老黑纠结食物的时候 屋外突然传来了争吵 老黑回头看去 发现是伊森和吉姆发生了争执 伊森想要去寻找被杀 可小镇外到处都是怪物 出去救世死 为了安抚伊森 吉姆决定独自身入森林 他将伊森托付给了朱莉 让他照顾好弟弟 老黑想要劝说 可吉姆却已经下定决心 眼看吉姆去意已决 老黑也不再劝阻 他将自己在野外过夜的技巧告诉了吉姆 森林的西北方向 有一座碎石搭建的小屋可以作为临时营地 东南方的区域还有一个灯塔 如果被杀还活着 他最有可能在这两个区域 吉姆必须要在天黑前赶到石屋 如果那里没有被杀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吉姆就需要出发前往灯塔 因为路途遥远 他的速度必须要快 按照正常的速度计算 吉姆可以在天黑前抵达灯塔 如果灯塔里也没有被杀 那就说明被杀可能已经被怪物吃掉了 就在吉姆纠结的时候 一旁的肯尼说他可以陪吉姆一同前往森林 原来肯尼也早就想进入森林探寻了 可因为只有自己 他也有些打触 恰好吉姆要进入森林 两人可以组队 路上也有一个照应 听到肯尼的话 老黑一脸无奈 一堂的房子又传来了玻璃被砸碎的声音 老黑匆忙赶了过去 结果来到屋里 他却发现杰德正在一堆奇怪的绳子下发呆 他一边看着绳子 还一边念叨着什么 看着神经失诚的杰德 老黑一脸无奈 他和肯尼只能将对方送去了诊所 而与此同时 吉姆也打包好了行李 老黑还想劝说肯尼 可肯尼就是油盐不尽 没办法 老黑只能让他们一定小心 两人刚刚离开 儿子突然找到了老黑 农场那边出问题了 原来因为暴风雨 大家储存起来的食物都坏了 更糟糕的是 马上就要降温了 他们根本无法种植出新的作物 仅剩的一些物资也不够大家熬过这个冬天 而蔬菜腐烂的消息也在小镇里流传开来 一些担心恶肚子的人冲入商店开启了零元购 一个男人还准备将羊圈里的羊吃了 还好老黑及时赶到 制止了骚乱 在老黑的维护下 现场的混乱才得以平息 老黑知道 这样的平静只是临时的 如果他们搞不到食物 那整个小镇就会再度混乱 而吉姆和肯尼还不知道小镇上发生了骚乱 他们按照老黑之前的指引 来到了森林的深处 在一处空地附近 发现了几个诡异的人形塑像 塑像是用枯木雕刻的 看上去十分圣人 塑像的背后还有几栋破旧的小木屋 看样子已经荒废了很久 可这里却不是老黑所说的石屋 吉姆仔细检查了四周 发现小屋的结构还算蓝好 讨历到天色已晚 去找石屋已经来不及了 他决定就在这里过夜 肯尼有些担心 他害怕木屋挡不住那些怪物 可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夜幕很快降临 两人围坐在火炉旁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就在这时 木屋外传来一想 肯尼匆忙拿起了配枪 好在怪物们没有破门而入 在确定四周没有入口后 怪物就离开了小屋 而在小镇上 老黑又一次出现了幻觉 他和神父说起了食物的问题 如果再想不到办法 他们就要吃羊吃牛了 可老黑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原本被关在牧场里的牛 竟然出现在了街道上 这可是大家现在仅存的口粮 万一被怪物糟蹋了 大家就真的得饿死了 看似中没有怪物 老黑匆忙从屋里跑了出来 他以为是门没有锁好 准备将牛牵回去 可谁知老黑一回头 却发现羊也跑出来了 他根本就来不及驱赶 看到这一幕 其他的居民也来到了屋外 在众人的帮忙下 羊群很快被控制住 可就在大家准备将牛羊拧回去的时候 兰德尔却在不远处看到了怪物 他匆忙启动车子向提醒大家 看到大家都在牵羊 伊森也想出去帮忙 可他不知道 怪物们就在他家门口 眼看怪物就要进来了 朱莉匆忙带着伊森从后门逃了出来 怪物们也紧随其后 一旁的兰德尔打开车门 让朱莉等人躲到了车上 而在街道上 老黑等人也被怪物包围 一个怪物竟然活活杀死了一头鸣 看着恐怖的怪物 老黑也不敢停留 他也顾不得剩下的羊群 只能赶着最后一头牛回到了捕仓 然而就在老黑锁门的时候 骨仓里却突然走出几个人 原来牲口们之所以会跑出去 都是怪物们的杰作 他们故意打开骨仓放走了牛羊 为的就是引居民们出来 倒霉的老黑被绑在了柱子上 然而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怪物们并没有着急干掉老黑 而是走向了一旁的大神 就这样 大神当场变成了怪物们的口粮 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伤害老黑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 可居民们又不敢前往骨仓 最后忍不住的杰德率先打开了骨仓的大门 杰德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老黑被反绑着跪在地上 大妈只剩一具躯壳 昨晚的一幕让老黑的心态彻底崩溃 他抱着大妈嚎啕大哭 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现在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在杰德的安慰下 老黑才逐渐冷静下来 他们将大妈放上小推车 送到了教堂 一路上老黑都一言不发 大妈的凄惨结局让他后悔不已 居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老黑 只能站在路旁看着 长时间的被困已经让大家对出去失去了希望 甚至就连死亡都变得麻木起来 老黑想起大妈曾经说过 如果自己不小心死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他埋葬在丈夫的身旁 老黑一直记着这件事 他准备拿铁铲先去把坑头了 可就在老黑要出去的时候 一旁的杰德却叫住了他 老黑也不知如何解释 杰德更觉得不可思议 其他小镇的居民们也围惧到了教堂 大家都对老黑的幸存十分意外 可看老黑边走边哭 大家也不敢上去询问 来到一处岔路的时候 老黑被堂姐叫住 堂姐认为昨天老黑的行为太危险了 牛羊没有了 他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 可如果人没了 就真的没了 他指责老黑不应该擅自开门 如果不是他 大妈就不会死 堂姐的指责让本就内疚的老黑更加内疚 他一直在努力想带大家离开这个诡异的小镇 可他越是努力 结果就越是一团糟 他舍不得大家好不容易才积攒的家底就这样白白美了 尤其是牛羊 他们不仅是奶和毛屋的来源 更是大家最后的储备 因为扇子开门 伊森和朱莉也遭到了责怪 尤其是伊森 他的任性差点害死了屋里的所有人 黄毛大叔不想再和两人住在一起 他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屋子 因为大妈的死 小镇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两股势力 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 但只要有一点火星 双方就会爆发矛盾 有人反对就有人支持 克里就是支持老黑的 他特意找到老黑 给他加油打气 虽然昨天的一幕很危险 但他们只损失了一头牛 羊群被杰德签回了自己家 没有什么损失 在克里的安慰下 老黑的心情好了许多 但很快克里就说起了食物的问题 这让心情刚刚好点的老黑又郁闷了 难道他们真的要杀羊吃肉了吗 就在老黑无比纠结的时候 吉姆和肯尼却突然回到了小镇 他们不仅安全回来了 还带回来了很多卷心菜 原来吉姆早上勘探路线的时候 无意中去到了河边 结果就看到了一大片卷心菜 虽然不知道卷心菜是怎么来的 但这些菜足够小镇的居民熬过这个冬天 于是两人果断放弃了前往灯塔的想法 抱着几颗卷心菜返回了小镇 吉姆让大家快回去拿工具 说不定狐狸还有鱼 肯尼很快察觉到了众人的异常 因为没见到母亲 她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朝家里喊了许久都没有回应后 肯尼来到母亲经常为大家做饭的餐厅 果然也没有她忙碌的身影 母亲的死 让肯尼痛苦万分 她来到了后厨 取走了一瓶汽油 因为大妈的死 老黑非常自责 她找到肯尼 想和对方道歉 肯尼已经从克林那里 大概了解了昨晚的经过 昨晚如果自己在家 她也会毫不犹豫出去 肯尼并没有责怪老黑 而是将所有的错都推给了怪物们 如果不是怪物们将大家困在这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悲剧 她准备带着汽油烧掉怪物们休眠的那个洞 她之前就看到怪物们是从这里爬出来的 但老黑知道那个洞只是其中一个出口 森林里还有无数通道 就算他们炸掉一个洞 怪物们还会从其他地方出来 虽然知道没用 但老黑也没有制止 她还顺手拿了些炸药 来到洞口的时候 老黑想起昨晚大妈临死前 让自己转告肯尼什么 但那句话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听到老黑的转述 肯尼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原来大妈留下的是粤语 只有广东人才能听懂 大妈是想让肯尼照顾好自己 母亲的留言让肯尼直接破防 思来想去 她最终放弃了惊动的想法 这些汽油够大家使用一周 现在又是冬天 必须要节省资源 两人回到小镇的时候 克里和杰德已经完成了收敛 克里还给大妈化了一个妆 但因为没有口红 她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小镇的居民们也陆续向着教堂赶来 而在小镇沉寂在悲伤中的时候 被杀这边也遇到了麻烦 虽然她有维克多的铁盒 但白叔却不相信小美所说的那个小镇 维克多和妻子已经失踪了十几年 她宁愿相信两人是遇害了 也不相信他们被困在小镇 被杀和白叔说起了 一家人进入小镇的前因后果 当时一家人开着房车外出旅游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就去了梦魇小镇 再然后他们就被困在里面 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 被杀还让白叔上网查询了小镇里的居民 在电脑上 白叔的确发现了失踪名单 虽然还是有些无法接受这样的设定 但白叔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 她带着被杀来到了地下室 这里有很多妻子失踪前绘制的话 原来妻子在失踪前曾说 自己在梦里看到过 很多孩子被困在一个塔里 她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将梦里看到的画了下来 看着地下室里的东西 被杀整个人都不好了 画上的内容和小镇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房子也是一样的 就在这时 被杀在角落里看到了 一个穿着白袍的小男孩 她指着男孩告诉白叔 就是这个男孩帮助自己逃离小镇的 看着被杀手里的话 白叔想到了妻子失踪前说过一件事 如果有人能看到那些孩子 就意味着他是被选中的人 只有被选中的人 才能让被困在灯塔里的孩子得到解救 而在小镇上 刚刚参加完追悼会的吉姆回到了家里 他刚想休息一下时 家里没有电话线的电话却响了 他疑惑地接起电话 结果却发现 电话竟是去世的大儿子托马斯打来的 虽然电话里的声音 和托马斯的声音一模一样 但吉姆还是清晰地知道 那头的人绝不会是儿子 面对对方的挑衅 吉姆也没有回避直接对了回去 可就在吉姆准备好和对方吵架的时候 托马斯却提醒吉姆 天马上就要黑了 一定要看好伊森和朱莉 他匆忙撂下话筒 出门寻找两个孩子 好在两人没有跑远 就在不远处的羊卷 原来因为昨晚的扇子开门 伊森一直在自责 听到吉姆的呼喊 朱莉拉着伊森离开了羊卷 而与此同时 老黑也开始了日常摇铃 听到提醒的居民们都自觉地往家赶去 在回家的路上 吉姆遇到了老黑 他原本是想把电话的事情告诉对方的 可一想起昨晚的一幕 他又觉得不能给老黑添麻烦 两人相互问好匆匆分别 可能是因为昨晚的大妈太胖 怪物们没完全消化 这晚的小镇格外安静 居民们难得享受了一夜的安宁 可怪物今晚不出现 不代表明天就不会出现 因为上次的意外 维克多觉得就算有门 房子也不安全 天刚亮 他就抱着一个大箱子 神秘兮兮地找到了牢蛙 维克多说自己准备在房子里再弄一个堡垒 这样就算怪物意外进来了 他也有备用方案 相比于维克多的谨慎 老黑则有些激进 昨晚他和怪物进行过沟通 虽然很短暂 但老黑还是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怪物其实是有思维的 他想要组织人尽地道 去扎那头会说话的怪物 如果可以成空 那大家或许可以试着和怪物谈判 然而老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唐娜说起了上次进山 如果不是大家跑得快 估计现在早被消化了 你必须要做什么 唐娜觉得与其冒险抓怪物 不如思考一下这个冬天要怎么办 之前储存的蔬菜都腐烂了 大家都靠着被怪物杀死的牛撑着 等牛吃完了 他们就要杀羊了 关于食物的问题 老黑现在并不是很担心 原来就在早上 肯尼已经组织了一支小队进山了 如果不出意外 新的蔬菜项目就可以被带回来 现在天气这么冷 随便挖个坑就能当冰箱 熬过这个冬天不是问题 虽然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但老黑还是不愿意放弃 他来到杂物间 准备弄一个简易的陷阱 就在老黑蒙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神父的幻觉再次出现 神父想劝说老黑放弃 毕竟怪物真的太可怕了 万一再来一次引狼入室 大家谁也承担不了 可老黑依旧不愿放弃 他已经决定要想办法抓怪物 而与此同时 正在家里的吉姆再次听到了电话响起 他很想接 但犹豫了一回又选择了挂断 虽然刚来小镇没多久 但他已经深刻地体验过怪物们的可怕 面对这样的群体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接触 而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时候 怀孕的玛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常 他对新鲜的牛肉不感兴趣 反而对之前腐烂的蔬菜情有独钟 趁着四下无人 玛丽悄悄来到了后院 探着腐烂的土豆 他不受控制地开始胡吃海塞 可谁知刚吃到一半 出来晾衣服的白神就发现了他 看到有人 玛丽匆忙丢掉了手里的东西 而白神也没有声张 他悄悄找到了玛丽 刚开始白神以为玛丽是因为怀孕 对一些食物有特殊喜好 然而玛丽却告诉白神 他天生就患有不孕不育 可谁知来到小镇后竟然奇迹般地怀孕了 刚开始玛丽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生怕肚子里怀的不是人 可一想起自己竟然还能怀上孩子 他又舍不得打掉 听到玛丽的哭诉 作为过来人的白神神知玛丽的苦衷 为了让玛丽不那么担忧 白神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说自己曾经学过战下 可以帮玛丽算一下 神从柜子里拿出一副塔罗牌 让玛丽试着抽一张 然而玛丽刚准备动手 看着撞墙而死的乌鸦 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 这是大家在小镇多年来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怪事 玛丽不由地有些担心 难道肚子里的孩子真的不是人吗 而与此同时 采集队也遇到了怪事 在肯尼的带领下 杰德等人来到了湖边小屋 看着造型诡异的人偶 小队的成员们都觉得这里怪怪的 他们在小镇被困多年 期间根本没人知道河边有小屋 而且小屋看上去破破烂烂 看样子已经荒废多年 可河边的蔬菜却非常整齐 就像一直有人在维护一样 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采集中途 杰德跑到了一旁上厕所 可谁知一抬头 他却看到不远处的树上 竟然定着一个男人 奇怪地杰德凑近查看 谁知男人竟然又活了过来 听到动静 看你等人也赶了过来 可大家过来的时候 只看到杰德独自一人在挣扎 根本就没有什么男人 而反应过来的杰德也愣住了 虽然那个男人不见了 但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刚才的那一幕绝不是幻觉 他怀疑这里可能是怪物们设计的陷阱 为的就是将大家引出来 杰德想要趁着天煤黑返回小镇 可采集任务还没有完成 而且就算他们现在离开 也无法在天黑前赶回去 随对的克里还想劝说 可谁知刚转身 却不小心踩到了一个陷阱 还好杰德没有抛下克里 他匆忙转身查看 而肯尼等人也追了上来 肯尼找来一个木棍想撬开夹子 可不受价太硬 木棍根本顶不开 杰德想起他之前在人偶上看到有铁棍 他带着一个同伴找到了人偶 可就在杰德使用铁棍撬开夹子的时候 刚才的男人却再次出现 然而周围的几人都没有看到什么男人 很显然 这个男人就是杰德的幻觉 而和杰德一样能看到幻觉的 除了老黑外 还有住在大巴里的兰德尔 自从前晚之后 兰德尔也开始出现幻觉 不过他看到的却不是人或者怪物 而是蟑螂 老黑来到了大巴车上 而在他的视角里 车里根本就没有虫子 老黑想借用兰德尔的大巴抓怪物 兰德尔在短暂纠结过后 还是同意把大巴借给老黑 而在小镇上的居民们各自忙碌的时候 被杀这边也没有闲着 他从版书这里得知了很多 维克多和母亲失踪前的事情 除了那些话 他还在白叔家里发现了一棵瓶子树 他想起了森林里的一幕 当时他就是遇到一棵瓶子树 然后从树洞进入了灯塔 最后又从灯塔离开 不过和森林里的那棵不同 这棵简陋了很多 也没有树洞 白叔说郊外的公园里还有一棵更大的 那棵树也是妻子失踪前弄的 得知公园里也有一棵瓶子树 被杀有些激动 难道小镇连通外界的通道是这两棵大树吗 他让白叔带自己去公园看看 如果自己的摄像是对的 那被困在小镇上的大家就可以脱困了 两人匆忙驱车向着公园驶去 然而就在半路上 被杀却在白叔的车里 看到了一条熟悉的手链 听到白叔的回答 被杀突然警觉起来 原来这条手链 是年轻时的被杀送给吉姆的礼物 但这条手链却早已经丢失了很多年 怎么手链又出现在这里了呢 被杀突然想起了逃离小镇后的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自己离开小镇后遇到的一切 都有种被人操控的感觉 就像是有人在指引他寻找某种真相 难道自己真的没有逃离小镇 想到这 被杀突然激动起来 他嚷嚷着让白叔赶快停车 然而白叔刚刚将车停在路边 意外就发生了 等被杀再睁眼 他发现自己和白叔已经被送上了救护车 车上的警察认出了被杀 原来当时从森林里将被杀带出来的人 就是女警 趁着这次机会 女警想要确认一下被杀的身份 毕竟第一级的医药费还没给呢 可女警刚准备谈问 车子却突然停了下来 听到司机的话 被杀惊慌地抬起头 这一幕和他们进入小镇时的场景 竟然一模一样 这一幕和声音乐